這群孩子不只珍惜他們 還動手做環保 小朋友來到環保教育站 看到成堆回收物 驚奇的盯著直看 帶對老師細心解說 從五人這些平平方塊的東西 他們要把它回收 統一在一個地方 在學校可能就是書本上的提供 告訴他們或者是我們的資源會有限 我們沒有辦法有那麼多 像資源回收場 他們今天來了 他們就很好奇的問我 老師玻璃館這裡好多 為了更了解生活中的環保 幼兒園連續三天 讓幼生輪流到永康西橋環保站參訪 環保志工解說分類方式 更示範如何清淨在源頭 倒進去 晃晃 把它喝 喝掉 順便速速口 撥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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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撥掉 孩子一想試試 現場立刻一人一罐發酵飲品 喝完就倒開水 一方面把剩下飲料喝完 一方面洗罐子 讓回收物不長螞蟻 現學現做印象更深刻 冰瓶罐 冰瓣是 那要分開 硬的是什麼 鐵罐 對 軟的是什麼 日罐 環保知識生殖內心 幼兒園海童也能試環保小兼兵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余博清談能報導